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把祷告用错 今天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向神祷告 我们把所要的告诉神 使我们亲近神 但是现在往往祷告成了我们拆神做事的一个手段 虽然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很明确很肯定 现在就是说好多弟兄姊妹在这个上面存在了一些误解 甚至于我们说在祷告的中间 常常很多是自己的理解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意思 所以在这一刻我主要的 就是我们回到圣经 我们来看看 圣经里面对祷告 到底是怎么说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心态 有一点偏 有一点不合一的地方 那么经过提出以后呢 希望大家也可以来更正 也可以来更正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 祷告的人生 今天我们的一生 我们必须要祷告 这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 来告诉我们的第一点 祷告的必要 我们今天的人生 应该是一个祷告的人生 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就需要不住的祷告 我们常把祷告比作我们属灵的呼吸 是借着祷告和神保持关系 正因为这样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 在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祷告 不能忽略 马太福音 二十一章 第十三节 马太福音 二十一章 我们一同来念 对他们说 经常记得说 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我们知道对犹太人来说 圣殿那是来到神面前的地方 那么我们说到圣殿来做什么呢 可能犹太人想的首节 献祭 但是耶稣在这里没有提这两件事 耶稣在这里提的是什么 神的殿应当是什么 祷告的殿 在这里很清楚 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 祷告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献香 我们就是这么祷告 跟神哇啦哇啦地讲一通话 来到神的面前 那就是祷告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到圣殿去 不一定是为了献祭 也不只是为了首节 首节这犹太人来说 一年三次 但是在耶稣看来那是不够的 那么别的时候你去圣殿做什么呢 可能有一个犹太人会问耶稣了 为什么要到圣殿去啊 对不对啊 我们到圣殿去首节 现在不是首节的时候 如果我犯了罪 做错了事情 我要献祭 我到圣殿去 现在我去做什么 我不是祭司 不是立位人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的很清楚 今天我们到圣殿去 就是祷告 其实我们说 在这个地方的祷告 耶稣的意思就是什么 和神面对面 因为圣殿在犹太人来说 那是神所在的地方 圣殿对我们来说 神是无所不在 但是对犹太人来说 他们必须要到圣殿 才能够有敬拜神的一些仪式和内容 你在家里面自己自说自话乱来 那还是不容许 所以今天我们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看见 今天我们到神面前来 就是祷告 可以说 可以说今天我们到神面前来 就是一个祷告 所以这才是不住的祷告 因为今天我们需要 我们不住的保持在神呢 这个是首先耶稣给我们 要看到的 第二 路加福音 十八章 第一节 我们一同来念 耶稣设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说 我们下面这个比喻就不念了 我们就说知道 今天我们不只是 要祷告 耶稣设一个比喻就不住的 告诉我们 不是偶然祷告一下 是要 常常祷告 要常常祷告 第三 天生罗尼迦前书 第五章 十六到十八节 天生罗尼迦前书 第五章 十六到十八 我们很熟的一段圣经 一同来念 要常常祈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不住祷告 是神向我们 定的旨意 就是说 这是神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要不住祷告 这就给我们懂得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在看这些圣经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它看作 好像 这只是一种口号式的 说说而已 神这样对我们定下旨意 那就是要叫我们不住祷告 这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祷告 绝对不只是闭上眼睛 跪下 提出所要的 有一些内容 跟神说 那才叫祷告 因为这个是不可能不住的 我们不可能不住的跪在那里 不住的 这个闭上眼睛 不住的提出很多的 我们既没有这么多内容 我们还有其他的生活内容 我们怎么可能不住祷告呢 就说明这个不住的祷告 不是有形的 应该那是无形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第三点 第四点 我们看诗篇 一百四十一篇 第二节 诗篇 一百四十一篇 第二节 我们说为什么如香 我们都知道这个香预表了神的悦纳 因为神悦纳了这一个香气 今天我们祷告也是神所最悦纳的 我们说祷告 祷告 祷告是神所说的 圆纳的悦纳的悦纳的悦纳 第五 我们看菲利比书 第四章 第六节 我们一同来念 明当义无法律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今天当我们在求一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 祷告只是我们的一个手段和方法 借着祷告来求神 不是目的 目的是要求神得到我们所要的 但是祷告是我们用的一个途径和方法 那么正因为这样 我们每一次祷告 我们必定要明确 你是为了什么 今天比如说 就好像我们说要到一个地方去 我们要坐车 今天大家到这里来 大家要坐车 祷告就好像是你是用坐车这样的一个方法 要达到的是到那一个目的地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你有病要祷告求神医治你 你的目的是要求神医治 在这时候你这个祷告是什么 是你的一个工具 就好像是我们坐车来到这里 你也可以骑自行车 你也可以坐出租车 工具可能是多方面 但是今天我们到神那里去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最要紧的一个工具 我们可以说也是唯一的一个工具 那就是什么 祷告 为什么我要这么急出来 就是要我们记得 每当我们祷告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目的 到底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就是我们接受祷告和神清静 不住祷告与神同在 与神同在 就是我们的目的 而这个目的其实也就是祷告的本身 一个表现 所以在这里说 我们看这一节圣经 应当有挂吕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我们的目的是要将所要的告诉神 但是我们借着什么方法 祷告 祷告是我们来到神前的 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呢 我们也必须要记得 我们祷告 我们一定要有方向 我们祷告 一定是有一个清楚的目的 今天我们的目的可能是 为了一些物质的需要 我们另外的目的 也可能是为了与神清静 祷告本身 它不是目的 祷告是一个 我们必用的途径 就等于一个人 他去上班 他每天一定会骑自行车 或者现在条件好了 自己每天开车 这是一个什么 必用的一个途径 今天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借着祷告 祷告是我们的途径 祷告是来到神前求所要的途径 祷告是来到神前求所要的途径 每次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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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清楚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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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现在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的 那就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这一点可能有些听众姊妹觉得很惊讶 总觉得祷告那不就是我们的目的吗 其实我们说祷告 那是今天我们一个生命和神将往的一个途径 就等于我们说我们常把祷告当作呼吸 今天我们人做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呼吸 但是我们不能少了呼吸 呼吸是使我们的人生能够继续下去 达到我们人生目的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可能有些我们的错误也是在这个上面 因为今天有的时候 今天大家就重视祷告祷告 把祷告看作什么 祷告的本身就变了一个万能 而没有真正的明白 圣经里面对我们要求 祷告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当然下面我会跟弟兄姊妹来看更多的这方面的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 祷告的原因 为什么要祷告 也就等于今天你要坐车了 你为什么要坐车 你绝对不会说我没地方去 我就是去兜兜风 当然这也是一个目的 一般的都是为了要到什么地方去 你去坐什么车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我们看下面有第一个 错误的动机 错误的动机 今天有些人祷告 我们说他的动机是错的 但是很可能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还蛮普遍存在 第一个错误的动机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 我们一同来念 你们好好的不可向外方人 用很多的母亲不放 他们因为化过了 地蒙水军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 你们所信任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 对 就准备在这里我们说 神告诉我们 你们祈求以前 你们的父怎么样 早已经知道了 有的人就提出来 既然我们的神早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我还要祷告 今天我们把所要的告诉神 你还没说神早就知道了 那么你不说 神知不知道 神也知道了 既然神知道 有的人就以为 那我们何必要祷告 其实我们说 很多弟兄姊妹的错就在这里 今天很多人 首先我们说 错误的动机是什么 以为神不知道 以为神不知道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就是 要 让神知道 慢慢就想到 拉撒路病了 马大玛利亚 打发人 去通知耶稣 跟耶稣说什么 你所爱的人病了 我相信 马大玛利亚 因为拉撒路 生疾病 打发的那个人 一定叫他 你赶快去 让耶稣能够 趁拉撒路还没死 就赶回来 但是我们都知道 结果拉 耶稣还不忙 耶稣知不知道 拉撒路生病啊 早就知道 那么我们说 那一个人去通知 那不是白通知了 对不对啊 今天有的人以为 今天我们祷告 就是什么 就是要通知神 让神知道 如果神已经知道了 我们会觉得 那我们是不是多余了 不必祷告 所以我想 我们到后面 我们会谈到 正确的理由 现在我们说 我们先谈的是 错误的动机 好些人 就是有这样一个 错误的认识 今天为什么要祷告 因为你不祷告 神还不知道 主啊 某某弟兄病了 主啊 某某姊妹 有什么难处 主啊 你要帮他解决这个事 你要帮他解决那件事 今天好像 还是我们怎么样 比耶稣更热心 今天我们比耶稣 更爱那些人 当然我们说 我绝对没有意思说 不要祷告 下面我们会看到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不是去通知神 不要存这样的心 其实我自己也是 常会有这样心的 祷告的时候 就是去通知神 神啊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怎么办 那件事情 你一定要怎么样 今天某某人 有什么需要 神啊 你难道不知道 神啊 你不知道 我现在这个处境 祷告就是好像要让神知道 今天我们说 祷告并不是因为神不知道 圣经里面就告诉我 我们所需要的 是早就知道 拉撒路生病 耶稣早就知道 但是耶稣并没有说 马大马利亚 你不必参而来 我早就知道 一切我都知道了 我要来就来了 对不对 耶稣也没有说 今天我们要不要告诉耶稣 要告诉耶稣 但是是什么原因 不是因为神不知道 那么这个原因 我在下面会集中起来讲 第二个 错误的动机 我们看路加福音 第十八章 第七 到第八节 路加福音 第十八章 第七 到第八节 我们一同来念 神的显明 就也呼吟他 他总难为他们认了多事 岂不终究给他们生冤枉 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给他们生冤枉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 一个见世上有信德吗 耶稣举的这一个比喻 一个寡妇 没有钱 没有私利 她去求一个不义的官 只是因为她一再地求 那个不义的官 还是包她身边 在这个比喻里面 当然神不是那个不义的官 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神比那个不义的官 总要好一点 连那个不义的官都会听 那个寡妇的切求 何况我们的神 这天我们说 那个不义的官本来是不愿意的 只是因为一再地求 写烦了 好 算了 帮你来办这个事吧 办掉算 今天我们的神 他不是不义的官 他绝对不会像不义的官那样不愿意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耶稣用了一个 总然为他们怎么样 忍了多时 今天我们总以为是神不愿意 其实今天不是神不愿意 神早就愿意 早就要动手 只是因为 欲不见世上有信德 我顺便就 虽然不是解这个比喻 我想我简单地说一下 什么叫信德 信德跟信心 我们说有什么区别呢 我想是有很大的区别 我想我举一个例子 弟兄姊妹能够明白 耶稣在海面上走 当时到海面上去 要走到耶稣那里去的只有谁啊 只有彼得 彼得结果因为看了风浪 几乎沉下去 被耶稣责备 你这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你会 在船上另外还有十几个 门徒 我们说这些门徒没有下海 他们是不是信心比比的大 不是 他们的信心是什么 我们看见他们自己并不下海 最后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大家可以去看 耶稣是上了船 风浪平静了 这些人在船上就拜耶稣说 你真是神的儿子 你说这些人信不信耶稣 我相信他们是信的 但是这些人为什么不走到海面上去 我想他们的信心并不想让他们下去 彼得被责备小性的人 但是彼得还能够下海 今天我们说什么叫信德 彼得就是有信德的人 只是小了一点 而其他的人有信心 但是他们不会下海 有一次我在船上坐船 这个时候好多年前 到了天傍晚的时候 风浪大作 我一个人在甲板上 那时候别的人都回舱去睡觉 把我站在甲板上看的时候 后来我就想到这段圣经 后来里面有一个意思问我 如果耶稣现在在海面上走 你下不下去 我想了一想 我就回舱睡觉 这个在海边 你想这个问题 跟你坐在写字台前 想这个问题 完全不同 你就可以知道 今天有没有信德 什么叫信德 大家就懂了 那个信心要用到什么 实在的问题上去 现在我们都有信心 都是什么 不用到实际问题 这个是我顺便讲一下 我不是讲信德的问题 但是我想 我跟弟兄姊妹要讲的 今天 耶稣在借助这个比喻 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早就愿意了 而我们还以为什么呀 神不愿意 所以我们祷告就是什么呀 好像我们是在确实 神啊 你一定要去医那个人的病 对不对啊 哎呀 你不愿意 就看我的面子 今天多少时候 我们祷告 不是用这个话 但是我们祷告 就是这个意思 以为神不愿意 第一个是一位神不知道 第二个就是 以为神不愿意 我们用祷告 勉强 我都知道 像这样的一些措施 我们常有 但在这个背后 就成了一个什么 祷告的时候 谁是中心啊 我们是中心 神成了是为我们来服务 有一个短诗 可能我们中间 有些弟兄姊妹也唱过 每一次我祷告 我摇动神的手 我一直说 这一首诗听上去 好像也是挺好听 大家唱起来 也觉得好像得意 你看每一次我祷告 都有效应 神的手给我摇动 那我们说 这个话意思是什么 今天主动在哪里啊 主动在我们 神还不那么愿意 我们是借着祷告怎么样 去摇动神的手 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不祷告 神的手还不愿意动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 现在很多人 指出这首诗的问题 还不是我 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所以现在 好些地方 没有再唱这首诗 因为其实我们说 这看上去 好像一个问题不很大 每次我祷告 我都摇动神的手 我们的神 我觉得就像偶像一样 今天那些求财神的 也就是这样 去求了怎么样 财神手里的圆抱就怎么样 给你摇下来了 今天我们的神 手里面也有很多的祖父 他就是不愿意动手 而要靠我们祷告了 就把他摇下来 我们说我们的神 难道是真不愿意吗 耶稣在这里说 忍了多时了 今天不是靠你去摇他 而是有没有信德的问题 今天我们祷告 千万不要以为是神不愿意 我比神更爱那个人 神啊 就有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简直就是怎么样 神啊 你看看我的面子算了 勉强我们的神 其实我们说 我们的神早就愿意了 难道是无法 我们下车一顿 我下车一顿